江江江江,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绅士 今天呢,来给大家画一个这个半写实风格的小姐姐,对不对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画这种风格的插画作品 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小技巧 小熊我呢,画的也比较扎 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就剪点有用的知识,吸收一下就好 小熊尽量的呢,给小伙伴们讲的清楚一些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呀 那么咱们就开始吧 今天这幅画呢,画的是我一哥们的媳妇,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不约稿的 但是这个姑娘呢,我哥们告诉我,她是我粉丝 嗯,瞬间小熊我就自豪起来了呢,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帮哥们呢,准备了这一份礼物啊 我发视频的这天呢,这个小姑娘也应该收到这份礼物了 正好也给大家做个视频素材 废话不多说了,咱们开始讲解吧,对不对 首先呢,这个起草阶段啊,其实就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 一般画这种人像,先从这个脸开始入手,对不对 在画脸之前呢,先要把整个人物的一个构图给构好 比如说人物是偏中下部分呀,还是偏左还是偏右 把这几个这个顶点呀,尖点呀,这几个地方给定好 然后就开始从脸入手 然后脸呢,画妹子 什么东西最重要,对不对 眼睛 那除了眼睛之外,第二重要的是什么 眉毛,对不对 所以说无论你是想怎么画啊 眼睛和眉毛一定要画的动人,对不对 一定要画的能够让人一看就觉得 哇,好喜欢 这时候呢,可能就小伙伴忍不住就要问了 忍不住呢,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就会发 哎,小熊呀,我画的人总画不像,怎么办 其实一般来说,你画的一个妹子 如果觉得不像的话 多半是问题出在了眼角和眉毛上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你注意去观察你要画的这个妹子 她的眼角,内眼角是怎样开的 外眼角是向上呀,还是向下呀,对不对 把这些东西观察好之后 你再去观察她的眉毛 她的眉毛是一字眉呀,还是柳叶眉呀 是往上提的呀,还是往下搭的呀 把这些地方给画的完全到位了之后 你画的妹子十有八九就会特别像了 对不对 那当你把这个妹子画像,画美了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铺色了 那我建议大家画人物的时候呢 先要铺一层底色 这个底色呢,很多小伙伴以为它是肤色的代表 对不对,其实并不是啊 这层底色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 它既可以加入环境色 还可以加入光源色 就是等于是给画面 就给这张白纸先增加一个这个光感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颜色是从哪来的 颜色是通过这个亮光 照射到了无论是脸上呀 还是物体上 然后反射到眼睛上它呈现的颜色 对不对 这个小学,不是小学没有物理啊 初中物理应该都学过吧 所以说你先加入光感 先加入光的颜色 用光的颜色铺一层底色 完事之后呢 你整个人物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那你铺完底色之后呢 一般来说咱们画人物就要从这个眼睛开始先画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先入为主 秦贼仙秦王 对不对 先把这个整个脸上的老大哥 眼睛给搞定了之后呢 其余的地方 你或多或少 或者说省略一下 或者说画的简单一点 也就无所谓了 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在给眼睛铺了一个眼球的底色之后呢 我就先不管了 然后我就先开始画头发了 这个头发就好比什么 这头发呢 就好比高山背后的蓝天 红花背后的绿叶 对不对 它对于整个画面来说最大最大的用处就是 衬托整个皮肤 衬托整个五官 就比如说当大家铺完一个肤色 如果你觉得你的肤色铺的可能比较深 不要着急 先加上头发看一下 当你把刘海啊 冰角啊 这些头发稍微加深了之后 本来你觉得很深的肤色 一瞬间就变白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那画头发呢 有什么小技巧呢 这个头发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根一根的组成的 有多少根呢 你也数不清楚 也没人愿意去数 也没人做这个无聊的小实验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画的时候不要去一根一根画 那画的时候 把它理解成一个个块面的关系 块面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把这头发 前面的刘海 它是一个面 然后侧面的冰角 它是一个面 然后后面的头发 左边是一个面 右边是一个面 然后头顶是一个面 把这几个面 以面的形式 去画出来之后 再把它们拼接上去 那就像是插鸡木一样 这个插好了 插出一个完整的头发来 那插好之后呢 可能很多小玩就说了 哎呀 我想要那种 丝般润滑的头发 哎呀 我想要那种 一根一根 飘起来的头发 啊 不要着急 当你把这个大面 处理完之后 咱们再拿只小笔 沾点深色 一根一根挑出来 它不就有一根一根头发了 对不对 那咱们画完头发呢 就顺着头发 把这个手啊 包括这个袖口这一部分 给它简单的 先刻画一下 反正有颜色 对不对 顺手补一下色 省着之后再去调 然后这个小萌萌呢 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信封里呢 有一封情书 情书里写的什么 咱也不知道 对不对 咱也不敢去猜 我也不敢多说 也不敢问 你就当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吧 什么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托一蹦打 对不对 等等等等啊 你们就自己猜去吧 那对于这个五官的刻画呢 一般来说 咱们画这种 半写实风格作品啊 五官刻画 点到为止 对不对 就不要说画的太太太太精细 你画的太精细了呢 就失去了那种 清晰的美感 对不对 也不要画的太简单 你画的太简单了呢 看着就有点像是 小漫画了 对不对 有点像是动漫风了 所以说咱们就要介于这个 复杂和简单之间 取一个点 这个点怎么把握呢 这完全取决于 你画到什么程度 你妈就叫你回家吃饭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人物的面部部分 刻画完了之后呢 咱们剩下部分 就比如说这个衣服呀 帽子呀 这些东西 其实你看似 它在整个画面里 占的体积很大 但实际上咱们刻画起来呢 非常简单 就比如说这个衣服和这个帽子 实际上咱们只需要调一个高级灰 这高级灰呢 我是用这个群青 加上一点点紫罗兰 加上一点点褶石 然后调和出来这么一个颜色 然后呢 去铺了一个小灰垫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在这个靠近内的部分 我又用了一点点这个淡紫色 然后点了进去 让它形成一个过渡色 然后咱们再用这个群青 包括浦兰 来给它勾一些细节 那这整个衣服 是不是感觉就出了 你可能觉得 现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只有几块小阴影 看不出来是个衣服呀 别着急 那接下来还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勾一下这个衣服的边边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加上比较重的阴影 把这两部呢 做好了之后 这个衣服的这种 布料的感觉 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也是画衣服的一个 小窍门吧 就是说它并没有很复杂 画起来呢 就用这个铺色 简化的方式去刻画它 然后呢 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而且你把它画的稍微简单一点 还能把整个人物的面部 给衬托出来 对不对 反正我一直认为 这个画这种人像作品啊 它这个服饰的选择上 服饰的刻画上 它起到作用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玄冰夺主 对不对 最后背景上呢 咱们画了几只鸽子 然后呢 画上了这个蓝天白云 这鸽子呢 就象征着咱们B站 伟大的up主们 而这个蓝天白云呢 很多小伙伴就不知道 如何去铺色了 其实你要是铺不云的话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 那就是分块刻画 就比如说用一些小物品 把这个色块隔开 就比如说这幅画 我用的就是小咕咕 把这个色块呢 一个一个给隔开 这样的话呢 就不至于说是 一块颜色 咱们一笔颜色 画太长时间 而导致中间断了墨 衔接不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这幅画 咱们再加点细节 再用白笔点几个白点 就差不多完成了 将将将将将 拿着情书的小萌萌 今天讲解的内容 也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我尽力啦 剩下的 全看大家练习了 不要光看不练嘛 对不对 好了 那咱们下期再见 祝你早安 午安 加晚安哟 拜拜 拜拜